Hi,Hello,大家好,我是Josie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支空瓶记 那这个也会是2016年我的最后一支空瓶记了 那说起2016年也是真的非常感谢大家陪我走过这一年吧 然后也不能说是风风雨雨了 但是这一年我有很多成长 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鼓励和支持 那这个月我攒的空瓶其实算是比较杂乱 就什么都有一点 但是也是因为新的一年嘛 去就迎新 我还是想把这些垃圾呢都处理掉 就是都录掉 然后2017年再开始攒新的空瓶 在定期跟大家分享 那我会争取明天早上起来再多拍两支影片 然后这样的话就争取在平安夜和圣诞节 连续呢有影片发给大家 那因为我知道看我影片的很多小伙伴 都是在美国啊或者在其他国家留学什么的 没有办法寒假 有的可能就没有办法寒假回家过节 然后圣诞节其实是应该跟家人一起过的节日嘛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有影片来陪伴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开心 那这一个月的空瓶我就装在了这个袋子里面 其实也挺大一袋的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攒了这么的平平挂挂的 感觉好像没什么东西 因为东西比较杂我们就随便抓起什么说 那我用完了一个这个的Body Shop的这个身体 Body Shop他们家最有名的身体物理系列的是那个黄油嘛 那个Body Butter 但是那个对我来说在夏天用的时候呢就有点太厚重了 有点吸收不进去那种感觉 因为我的身体这个皮肤并不是属于特别干的皮肤 所以在夏天呢或者是没有到特别冷的天气的时候 用这罐是很合适的 这罐我是在Marshall's就特价买的才4美金就很便宜 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因为要停厂的所以才特价 所以我不知道它现在还有没有了 然后这个味道就是一个特别浓的一个花香的味道 它是比较人工的那种味道的 然后它的那个 也先挤不出来的 但是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会看到 它就是特别有流动性的那种 就像水一样的那种 就是涂不开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水润 它的保湿性我算是非常非常非常差的 如果你是 如果你的身体肌肤比较干的话 就千万不要考虑这一款了 因为它的保湿性就是比较差 对我来说是适合夏天使用 因为使完之后觉得皮肤并不会那么油腻嘛 所以如果它没有停产的话 明年夏天我还是会再买它 他们家这个身体乳的 然后它这个味道 这下面写的是个special edition 所以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限量的味道还是什么 反正不是很清楚 然后是一瓶这个卡尼尔的卸妆水 这个卸妆水我在之前的一个评价护肤品的分享里面 有跟大家提过 我觉得它跟那个贝德玛一样好用 但是比贝德玛便宜挺多 而且也比贝德玛好买很多 在北美的话 在北美这款 还有蓝色那罐 还有绿色的罐 最近新出的都是各大超市均有贩售那种 所以就很好买 价钱是几美金的价格也很便宜 它的使用感对于我来说是跟贝德玛没什么差别的 就卸起来也觉得非常的 卸妆卸起来也觉得很轻松很干净 卸完之后也觉得脸上没有什么残留的感觉 就很清爽 然后也并不会觉得说特别拔干那种 就总之来说吧 就没什么缺点我觉得 吐槽它说因为它卸不掉眼妆 这个因为我最开始就没有期望着它能给我卸掉眼妆 所以我也对这点就不介意 因为我用贝德玛就也没有卸过眼妆 所以我觉得它跟贝德玛是一模一样的那种使用感 如果卸妆水的话呢 多卸几遍我觉得是能卸掉卸得很干净的 然后就不会长痘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有过长痘的情况 这一大罐有400毫升 用的特别快 我好像一个多月吧就用完了 一个月多一点就用完了这样 我可能会回购的 然后是一个洗手液 这是一个Soft Soap这个牌子 这个也是美国很常见的一个平价的七味的牌子 这个可能才一块多美金吧 然后这是樱花味道的 它是一点不像樱花的味道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闻 然后我可能 可能会 然后这可能会回购吧 因为它就很好买 然后是一个庞氏的一个卸妆巾 这个是一个美白什么什么的卸妆巾 然后这个卸妆巾非常非常非常难用 它的纸巴又厚 而且它上面有那种奇怪的纹路 擦脸上觉得很生疼那种感觉 就擦脸上觉得是磨 在磨脸那种感觉 然后接触不到皮肤似的那种感觉 反正就很奇怪 我肯定不会回购 也不推荐 然后我现在用这个庞氏的卸妆巾 当然是紫色的那款 我觉得比这个好用它特别多 然后是一个隐形眼镜 这个是一个双周抛的隐形眼镜 这个我觉得很冷门 都没听人推荐过 我是在日本海淘买回来的 它里面就长这样给它留了一个 特别特别好看有没有 就是那种小花的图案 我觉得特别上女心 这个是双周抛的 然后我买的颜色是棕色 就很好用 我觉得很好戴 它有一点要滑 它有一点滑片在我的眼睛上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挺好戴的 我还会回购的 然后下面是一个香薰蜡烛 这个是在那个衣服那个牌子 Anthropology 就人类学那家衣服的牌子 那家衣服的店里面买的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 不是很懂 但我就看它这个小铁盒装的很萌 就很像小时候吃的糖果那种盒子 它里面就是稍微有点挂臂那种感觉 但它烧的还算是挺干净的 它这个味道虽然说是那个 Papaya是什么木瓜的味道 但实际上它闻起来是 特别浓那股芒果的味道 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他们家蜡烛我经常会买 就是没有 我没有说习惯买哪种 但是他们家的店我经常去逛 就是经常去他们家买蜡烛 下面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boots 这个牌子的一个截面泡沫 这个我也在那个评价呼呼品的视频里面说过 然后这个截面泡沫呢 我觉得它很好用 第一是对我来说比较好买 在美国的target就可以买到 第二是它那个泡沫挤出来是挺丰富 挺绵密的那种泡沫 我很喜欢 我的早上的截面基本上都用这种泡沫截面来搞定的 因为就很方便嘛 我是个懒人 你们知道 它是boots那个botanics那个系列的 它是这个 然后这个系列就是橘色 这个是他们家的控油系列 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个 沉洁有多么的控油什么的 就没感觉 我觉得它只是一款挺温和的截面而已 有机会会回购 但是现在家里面截面的铜墨还挺多的 然后是这一个牙膏 这个是一个狮王的 是什么抗菌还是什么的牙膏 这个在那个买货网上面买的好像是 这个我一点都不喜欢 因为它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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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泡的那种 就太低泡了 我不喜欢 然后有一个常规空瓶是这个 博士伦的这个隐形眼镜的护理液 我常年回购这个牌子 然后还有一个截面 这个被我用的好脏啊 这个我对不起大家 这个是这个牌子叫做The Cream Shop 这个 这个也是我在评价和服品分享的 那支视频里面提过的这个 我很喜欢这个截面 因为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像 自生堂新透白截面的那个实用感 就它泡沫是很丰富的那种 它洗起来吧 有点干 但是我个人挺喜欢这种深层清洁的感觉的 我是每天晚上用它洗脸 我觉得洗得很干净 然后挺清爽的那种感觉 因为当时我是在那个Walgreens看到它 然后它这边写的是Made in Korea 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买了 然后实用感下来呢 确实它很像那种韩国的平价的那种截面 就挺好用的那种 然后因为我们家现在截面是囤的太多了 所以我现在不会回购 如果你是在北美 然后你想找一款截面 它实用感比较像是韩系的截面的话 挺推荐这款的 然后下面有一个 洗身体的 这个叫什么 那个沐浴乳 然后这个是那个Bath and Body Works的 它这个味道叫做Hello Beautiful 这个好像是当时买什么东西 然后可以任选一件赠品 然后选了这个 就挺好用的 这个味道是一个挺好闻的 花香的味道 他们家的那个沐浴乳 我一直在用就是我觉得挺喜欢的 我觉得它是那种气泡很丰富 然后洗下来觉得很清爽的感觉的 有的人说它洗下来会太干 但是在我的身上不会 下面是一个这个雪花秀的润造精华 这个润造精华也是名气很大 很多人 它评价算是比较两极 很多人很喜欢 很多人很不喜欢 然后我当时也觉得它的名气很大 很想尝试一下我就买了 但使用下来吧 我真正觉得我并不是很喜欢 它并不太适合我 应该这么说 这本是60毫升 它的价格我觉得在水前精华里面 算是还OK的 就挺 算是不是很贵的那种 它起出来就是那种棕色 就像精华那种感觉的 那种凝胶状的那种质地 然后闻起来是一股中药的味道 就他们家服务品的那个 滋阴系列的那个味道 然后我个人觉得 这个在我的脸上就是没有用 它并不是说不好用 它只是说完全没有用 当时我开它 就开始用它那段时间 是我脸上有闭口啊什么的 皮肤不稳定的时候 我就开它 然后完全没有用 就是完全没有把我的皮肤 调整到稳定的状态 就没有 然后是我后来重新用回神仙水 然后才把我的皮肤的闭口给去掉的 反正就它对我的皮肤吧 一点用都没有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那检查一个商品 有没有用的方法 什么就控制变量嘛对吧 然后所以我就 其他护士品都用一样的 我就用它一个月 然后停用它一个月 然后这两个月里面 我的皮肤的状况 就完全没有什么变化 就一模一样 就所以它对我的皮肤 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 然后我 坑吃坑吃的把它使完了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回购了 除非 那个 它改版了还是怎么样的 就我可能会再试一下 然后 要不然它我不会回购 然后是一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蓝蔻的一个水 它算是水的吗 它是那种凝胶 然后融化成水的那个质地 它长成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一个 50毫升的一个 相当于中样吧 还是大样 这个是之前那个 斯芙兰送的 这个 就是它的那个竹子系列 还是什么的 它就是那种很神奇的质地 给你们看 它挤出来吧 首先它的瓶子是那种 可以挤的 然后它挤出来就是这种 你看 像果冻一样的 它在滑这个 就像果冻一样的那种质地 然后你碰到它 它就会融化成水了 就会像雪山的那个水 是那种感觉 然后它涂起来 也很好吸收 然后也挺保湿那种感觉 保湿但是不粘腻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吸引人 但是我肯定不会回购 为什么 就是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 跟我男朋友用的那个 T恤的那个霜 一模一样的味道 我每次用它 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个男人一样 真的太man了 这个味道用到我脸上 我觉得有点受不了 唉 不是它不好闻 它就是有一种 说不上是烟草 还是竹子 还是什么的味道 就是经常用在男士的 护肤分里面那个味道 反正我就无法接受 这个味道上我的脸 就是一种心结 反正我不会回购 但这个产品 我觉得是个挺好的产品 然后下面是这个 下面是几个头发的产品 首先是一个欧莱雅的这个发油 奇幻润发精油 这个是适合任何发制的这种 这个是我在国内的趋深室买的 然后这个版本是在美国没有卖的 美国卖的是塑料瓶的 这个是玻璃瓶的 还挺沉的 这个精油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这个是多少毫升啊 100毫升用了 也有三四个月了吧 还挺精用的 然后它是那种比较粘稠的那种精油 就比起卡湿 我觉得卡湿更有流动性 这个就是更粘稠一点 反正它在我的头发上面呢 因为我的头发是这种 很干枯的头发嘛 就觉得挺保湿挺滋润的 但如果你的头发是不是特别的干燥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它就有点坠了那种感觉 你懂吗 就是你的头发可能用完它之后变得有点沉 然后就会没有那么蓬松的 就是会把你的头发压塌那种感觉 因为它是那种比较厚重的发油 但是我个人不介意这种厚重的发油 我挺喜欢的 我现在还有一瓶那个玫瑰味的这个系列的也是在用 我觉得那个玫瑰味真的太好闻了 我特别喜欢 我可能回国说会找找还有没有再卖那个玫瑰味的 我会再买来囤着 然后是一套这个切尔士的洗护发产品 这个是它那个大名鼎鼎的那个氨基酸的洗护系列 这个是洗发水 这个是护发素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氨基酸 然后它闻起来是椰子那个味道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我开始是先买了这个洗发水 搭配别的护发素用 我觉得效果非常一般 因为它是那种什么乌龟那种嘛 很天然的那种成分 它洗完之后头发有点干涩那种感觉 然后可能是因为它的成分比较特殊吧 它搭配其他就正常的那种 护发素 我觉得效果就不是特别好 洗完之后头发觉得很干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 然后搭配这期使用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就是完美的组合那种 就它有点把你的那个头发鳞片洗开那种感觉 就是洗完之后 你头发又觉得有点色色的那种感觉 然后用它正好就完美的抚平了你的那些鳞片 就有一种修复的感觉吧 我很喜欢这一套 但是单用的话我觉得不好用 就只能一起用才好用 然后它的椰子味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就很像那个面包上面撒着那个椰蓉的那个味道 我特别的喜欢 然后它是那种 这个洗发液是那种比较低泡的那种 就用量挺废的 这瓶500毫升 其实用的挺快的 我个人还觉得 会不会回购 我觉得我会回购 就等它打折什么的时候 R加CO的这个牌子 就是什么死亡之骨的这个系列的这个 Dry Shampoo 就是干洗发喷雾 然后这个是我忘了是Barnies 还是Space NK送的 就是今年那个大礼包活动的时候送的 然后它 它是那种喷起来 完全完全没有粉末 就纯纯纯透明的那种 如果你是不喜欢那种 喷出来是白色粉末的干洗发喷雾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款 但是我不喜欢 我也不会回购 绝对不会买正妆 就是它对我的那个油头发 一点用都没有 它喷起来有多透明 它就有多没用 就完全没用 喷完它这跟喷它 喷完它之前之后 就一模一样 完全没有去油效果 然后我还觉得它喷出来是湿的 就把我的河头发 本来就有点油油的吧 它把那个油又喷湿的那种感觉 超级恶心 然后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忍着把它用完的 反正我肯定肯定不会回购 然后我看那个Space NK上面 还有它的那个好评 我真是不忍理解 下面是一个Cross Tophie Robin 这个牌子的发膜 这个是Sekora的Play Box里面送的 然后这一小罐是50毫升吧 我用了可能四回吧 就用完了 就已经不够一次的量 就跑八了 我就把它扔了 然后这个是 然后他们家就是那个以海盐 那个深层清洁头皮的那个比较有名 著称的嘛 有点脏 我擦一擦 然后这个发膜 我觉得也是还挺好用的 味道有一股特别特别特别浓的 强生婴儿肺子粉 就爽身粉的那个味道 特别特别浓 闻起来觉得自己像个宝宝一样 这个是一个也是头发的产品 这个牌子叫做Devins 还是叫可能叫Devins吧 这个是它的那个 All in one milk 这个 我是把它当作那个免洗护发素用的 就是在头发湿的时候 把它抹在头发上 就喷在头发上 但是这个喷头啊 真的非常非常难用 基本上这半罐都喷不出来 都是我自己把它那个拧开 然后倒出来再擦在头发上的 就擦在发尾的位置 然后干了之后头发就没那么毛燥 然后这个我查了一下 它的那个正装是135毫升 才卖30美金 我觉得还挺便宜的 所以可能等我把手头上的用完了之后 会考虑买一罐来用 因为它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它这个喷头实在是很鸡肋 就完全喷不出来 但是产品还是不错 就感觉 也不是说不错 就感觉跟其他的免洗护发素的产品 没什么区别 都挺好用的 我觉得 然后这一罐是那个Barnie送的嘛 然后是一个这个 Fresh的一个Black Tea的水 就是一个 就什么 一个化妆水 然后这个是就是红茶那个系列的嘛 它是有一点浑浊的那种质地 就是稍微有一点 粘稠也不是粘稠 就很保湿那种感觉 它吸收也挺快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15毫升的小样 是Sephora的Playbox里面送的 我觉得很好用 它就闻起来是他们家一吸 就一罐那种小黄瓜的味道嘛 就挺好闻的 然后用起来觉得很保湿 我擦它有一点刺痛的感觉 就是那种补水的那种刺痛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款很保湿的水 因为我们家现在的护肤品真的太多 用不过来 所以我不会回购 然后等以后有机会的话也会回购的 他们家的红茶系列就据说是那种初抗老的嘛 所以我一直都爱挺长长的 然后是因为这个牌子我也不会读 这个牌子的一个Finishing Cream 就是一个也是护发素 然后它的那个官方说法是在头发干了之后抹它 但是我是也是把当那个免洗护发乳用的 就是湿发的时候抹它 我觉得也挺好用的 然后它的味道 我跟你们讲就800%的那种白莲花的味道 就是真的就是白莲花的味道 不是那个人啊 就是那个真的那个花的味道 特别特别特别莲花 然后它我当时在那个斯福兰网上看它的评价 很多人就说这个味道太冲了 他们接受不了 我觉得还挺好闻的 而且我男朋友每次都会说 你头发上擦了什么就觉得特别好闻这个味道 然后这个是15毫升的 用的可能三次就用完了 特别用特别快 这个我看斯福兰的正装好像也是卖30多刀吧 就也还挺挺实惠的价格 可能有机会打折的时候是会回购的 他们这个牌子的洗发产品 其实我一直挺想尝试的 如果你们有用过好用的话 可以就是在下面留言跟我说 然后这边又是个嘉洁式的牙膏 这种小的牙膏我都是带去上班的时候 就是用在包里面 就是我上班吃完午饭 我会习惯性的刷牙 就是用这种小的牙膏 然后下面是一个 这个Fresh的一个大豆洁面 这个也是我们家有很多这个20毫升的这种小样 然后这个就是我喜欢也是早上用 因为它是那种褶梨式的那种有点凝胶状的 稍微有点像鼻涕 但是是一种很好闻的小黄瓜的味道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截面 这个截面也是爱恨两极 很多人喜欢很多人不喜欢 我是属于喜欢那种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截面早上用吧 就是特别舒服那种感觉 就是小黄瓜的味道嘛 特别醒敷那种感觉 然后它是那种完全没有泡沫的截面 它有一点点乳化的那个意思 但是它没有泡沫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用泡沫截面的人的话 你肯定不会喜欢这款 然后它洗完之后就冲完之后有点滑滑的那种感觉 我个人觉得是一种保湿的感觉 但有的人也觉得它冲不干净 所以这个也是看你自己 我觉得它挺好用的 然后我还有那个正装在囤着呢 这个牌子 这个小花这个乐敦的小花这个牌子的一个隐线眼镜的药水 然后这个 不是什么眼镜 这个这个滴眼液 然后这个滴眼液是因为当时 这个是那个戴眼镜不能用的那款 然后我因为常年戴眼型嘛 所以这款我就用的很少 基本上就没怎么用感觉 就浪费了 就过期了嘛 然后我后来有买它那个隐线眼镜专用的 我现在一直在用那一款 然后是一个那个眼霜 这个ROC的眼霜 这个也是我在评价服务品那集视频里面说过的这个 这个它挤出来是这种乳液质地的 哎呀 这它挤出来就这种像乳液质地的那种 就是完全就跟 跟乳液一样那种 涂在眼睛上感觉水水的 挺好吸收的 这个它虽然是抗老的眼霜 它里面有那个Renal的成分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并不太适合 嗯 熟灵机 它比较适合 怎么说呢 年轻一点的 颜布肌肤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实在是没有特别保湿的感觉 就特别水那种感觉 所以 嗯 这个很平价嘛 所以我觉得可以 大家可以试一下 不好用也觉得 没有太心疼 防晒霜 这个是B柔的那个小蓝管的防晒 这个防晒我觉得挺好用的 我是在买货网上面买的很便宜 不到十美金的价格吧 它是SPF50PA4个加 然后这个防晒呢 挤出来也是那种特别特别水润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样 挤出来有点奶黄色的那个意思 然后也是就特别特别水润的那种 然后成膜也是挺快的那种感觉 就特别特别水润 嗯 完全不粘腻 这款是我春夏秋冬都可以用的一款防晒 因为它就是既保湿又不粘腻那种感觉 我很喜欢 很多人都说这款防晒吧 它没有那个防晒效果 就是涂了它之后还会晒黑 我个人觉得是还好吧 我觉得我没怎么晒黑涂它之后 它有一个这个小样的 这个是黛科他们家的那个保湿美容液 这个是水前精华还是什么 这个小紫瓶 这个挺好用的 它用完之后就是 它也是那种特别清爽 但是又有点原液感觉那种质地的那种精华 很好又很保湿 但是我觉得以后会买正装的 然后它下面有两个吧 算是彩妆控瓶吗 这个是一个欧兰亚这个牌子的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呢长得就很奇葩这种刷头这种蝎型的 它这个名字叫做什么 Butterfly就是小蝴蝶睫毛膏 是挺像一个蝴蝶翅膀的 我这个是防水版的 防水版我觉得很好用 刷完之后睫毛很卷翘 然后没有说特别浓密 但是根根分明的感觉我觉得很好用 是我觉得我用过的欧美的睫毛膏里面算是很好用的 就开架的啊 很好用的 以后我应该还是会回购这一支的 挺好用的 我挺喜欢的 然后下面是口红 这支是Dior的那个变色唇膏 也用完了 它就是那种里面还剩很多那种 但是你就涂不出来了那种 就挺可惜的 其实这个我很喜欢 我无限回购啊 然后下面是这个 两个断掉的这个 Rimmel London的那个口红 断的很惨烈 我就不想再看它这么受罪了 我就把它扔了吧 这支是那个裸色的 挺好看的 700号 断的太惨了 不知道是天气太热了还是怎么着吧 然后这个是个特别好看的珊瑚橘色 这个颜色我用了很多了 但是也是断了 这个是660号 这个颜色我之前也是看那个 SE Button推荐了才买的 就很早期的视频 这个颜色超级超级好看 然后这个是一个 Eugenis这个牌子的眼霜 这个牌子的眼霜 当时我也是看很多人推荐 我才买的 然后它被我挖得很干净 有没有 它是那种质地 有点像冰淇淋那种感觉的眼霜 就是霜状的 然后要稍微微乳化一下 然后上到眼睛上这样 我觉得吸收效果很好 就很 吸收得很快 然后保湿力度就还行 我用它跟没用它也是感觉差不太多 反正就没什么使用感 算是好用 但是也没有觉得它起了多大的作用 那种感觉 就是反正现在我的眼部肌肤 就问题不太大 可能就有点干那种感觉 就在干纹什么的 但是我就一直坚持用眼霜嘛 但是我也没有觉得用哪一款眼霜 有特别大的效果 我用眼霜就觉得它吸收得比较好 就算是好用 吸收得不好就不好用 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也没有说它有什么奇迹般抗皱修复什么的效果 因为我觉得我也看过它出来 反正就是一款中规中矩的眼霜 保湿力度就还OK那样 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2016年的最后一支空瓶 那我会在今晚 就是赶紧赶紧努力地把它剪出来 明天早上发给大家 然后像我之前说的 明天早上会尽量地多录两支视频 然后在圣诞节的时候给大家发上来 就陪伴大家过一个美丽的圣诞节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